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认为 那时候我的性格和我的样子和我走出来的感觉 应该是假侮辱多一点的 谁知道开头那次你导演是这样想的 开头那次说是这样说的 谁知道突然间他又改变了主意 你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是这样吗?我是不是应该做 我有跟他说我不做 不过后来他跟我说了一句说话 现在我常常用在演员身上 就是你想做一个好演员 其实是什么角色都会想像 很可能就告诉你 其实林黛玉比假寶玉更难做 真的 可能他有跟林青霞说 其实假寶玉比假寶玉更难做 你出的电影 一个是这个原因 一个是虚荣 虚荣 就是觉得始终你进了这个行 你可以做到李安祥导演的戏 你都觉得是一种光荣 你都觉得是一种学习 戏就拍了这么多年 你看回你觉得 回头 如果我做假寶玉 我会不会比青霞呢? 有未必 真的 他真的好 他真的做假寶玉很适合 你不是客气的 不客气 一点都不客气 因为我后来才很了解到 其实青霞真的做反传领 因为他的领袖 他的领袖是多一点 所以他很立体的 所以他反传男生是真的尽美 美丽的 所以我一看到 他真的做假寶玉很适合 你拍着《林代玉》和《林龙》的时候 应该是同一个时间接了胡金泉 导演的《山中传》 《山中传》 文说胡大道说 不可以同时接两部戏 是的 那你是一个例外 其实我也是回答了少少 在ending的时候回答了少少 胡金泉其实也挺霸道的 他一定要所有演员 是在现场的 那他的现场是在韩国 不是在香港或者白乡 不是少少的现场 这么简单 不是白乡那些 你知道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就不停在这儿很 很头痛 希望李导演 希望李导演肯放我 因为他也是他的兄弟 那完整之后 我拍完《红楼梦》 真正去到韩国 我给互动演那时 我坐了40天 他一个镜头都没有拍 那你在那儿做什么 40天 我每天都在那儿 在现场 看他们拍 最初那时都挺好玩的 不过到30天之后 就开始有点顶不顺 40天之后就开始哭 为什么呢 顶不顺了什么 悶 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拍我 是不是不想拍我 还是怎么 40天 40天 香港一部电影都拍完了 40天 那是什么回事呢 那么他才慢慢慢慢开始拍 另外一部近期的了 《地狗天长》 嗯 2001了应该是吧 差不多了 是吧 差不多了 我当时杜国威说 怕请你不起 幸好你喜欢这个剧本 那你是不是真的这么贵呢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不贵 哈哈哈 不是 我觉得我又 第一天走入这个圈子 我就很疼这个圈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目前幕后都做过 我好了解 拍中国电影那种苦楚 所以我不会胡亂地求价钱 而且我觉得我值多少 我尽量配合 包括当你比不起你值多少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很有意思 他们都会配合 是 《地狗天墙》是不是一个例子 我觉得《地狗天墙》 我都算是这样 算是配合得很足 你喜欢这部剧吗 我是看了小说之后 我有种感动 当然这一类的故事 始终都是很难得 有机会在电影里拍 有公司愿意出钱拍这部剧 我觉得应该去做 不过我想你拍的这部剧 给你最大回忆就是 当时你的儿子Oscar 被人绑了票 是不是就是拍这部剧的时候发生 其实不是 其实应该是我先接了 我先接了这部剧 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件事 所以杜高威自己打给我 他说Sylvia 我很明白 如果你告诉我 你现在不拍 我也很明白 我都跟他说 我说导演 我说我都接了你的剧 我应该做的事 我也做的 那我就出来拍了 想起来 觉得这个决定是不是对了 你以为出来拍这部剧 对的 你不担心吗 那时候的儿子的情况 其实是怎么发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发生的 这个莫名奇妙发生了 会不会因为你太出名 别人认得你 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你不是一个名人 可能会没有 那香港那么多名人 为什么是你呢 那些是我呢 我又不是很有钱 所以我觉得是 有时世界上的东西是无常的 你计不了的 有些东西 或者是真的要发生 那怎么办呢 那你都要面对 你立即第一时间就报警了吗 应该是差不多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 不能够的 我先生是 决定了 我们两个哪里 哪里明白这些事 有没有担心 跟警方说了之后 会被人撕票 有没有想过的 那时候 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事情都想过 在脑子里面的 最差的出来了 差的最好的 什么都要想过的 这个就是 或者是平时做片剧做得多 那什么situation都会想过的 那接着就开始要想办法 告诉自己 把所有负面的东西要扔下来 那个儿子有没有 很多心理阴影的 过了这件事之后 这些东西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他没有跟你说回 有些人说 譬如说你现在发生了之后 你未必是现在会有烦恶 你或者过了很久之后才会有烦恶 所以我不知道 我们都尽量将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的 应该做的事我们都做了 那至于 他都尽量不说的 他都不说什么都不说的 我自己过了这么多年 那么长时间 你说你问我有没有恐惧 我可以告诉你 有的 现在都还有 哦 你那个后遗症是 是没有人可以了解到的 就是 你说到别人说 一旦有人跟着你 那马上已经是杯公射影了 那又不是说怕得这样 只不过是 你突然间发觉 这个世界上 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 预计到的 你什么叫意外意外的事是 是 是 从事有些事会发生的 你不知道 很多事都没办法预计呢 特别是感情的事 没办法预计啦 你有没有预计过 你自己会是这么早结婚的呢 你第一段婚姻 是你的事业都很好的时候 二十五岁 二十四五岁你就结婚了 为什么不早婚呢 那时候 其实我做事没什么planning 好像 觉得应该结婚就结婚了 随意 有个感情在 觉得这个感情都挺好 那么就结婚了 妈妈当时同意的 同意 同意 这是她唯一同意的 结果唯一同意 就是唯一完美的 是啊 所以都没得计 会不会因为年纪相差 是一个难相处到的原因呢 因为你第一位先生 跟你相差十六年 开头不觉 后来都发觉有点问题 还有我觉得我自己不好 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成熟 心没定下来 都觉得自己没ready 你心里面还有这么多事想做 是吧 人家叫你去做电视 你又去做电视 看你拍戏 你又有兴趣做 做什么有兴趣做 你叫你在家里坐在那里 你怎么坐呢 是吧 所以是自己没了解自己 究竟是否准备好了 所以累了别人了 所以这个是自己不对的 你觉得你要负的责任大一点 是啊 不过你和第一任的先生 就没有子女的 是啊 很财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特意没有的 不是不是不是 刚刚没有 是啊 那你们分开了之后 还是不是朋友 是啊 那他现在有没有再婚 有 应该对他来说 因为他都试过一段婚姻 不成功才再跟你结婚 是啊 是啊 不过我又觉得他 他也很有胆量 哈哈 两次之后他都继续结婚 OK啊 OK 那有人敢继续结婚 就可以结婚了 是啊 所以OK的 那你现在的先生呢 你是怎么认识的 他是一位商人来的 是的 都是through朋友介绍 看到 他有什么这么吸引你呢 不知道 哈哈 可能不知道才是真正的爱情 嗯 不知道 因为 这个很奇怪的 就是 第一他又不是我来圈子的人 嗯 第二我跟他见了面 不太久 我就感觉上 就是我跟他有一些缘分 是不是简单的 一个朋友的缘分 嗯 深刻我觉得跟他有个 某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不过until有一天 嗯 这是过了很多年之后 我去结婚很多年之后 有一天 我的朋友来我家 我家的书架上放了一张我爸爸的 做军人的时候的照片 那他们就说 哎呀 这个是不是比利 比利就是我先生的名字 是不是比利当兵的时候的照片 啊 我说不是 这是我爸爸来的 哎呀 好似啊 就是他们的感觉上那里有些少少相似 我先看一看 是啊 就是他未必是个样子 不知道 他有某一种感觉 是相似的 所以我觉得 哎 是不是这个就是天注定 有某一种缘分在这里 不知道是什么 认识他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有太太 其实我知道的 那你担不担心呢 那时候有没有压力呢 总之你做的 你三姐一定有压力的 其实你有没有跟罗大 入泰国拖的呢 我罗大 当然有了 那李宗盛呢 他有没有真正爱的呢 他是一个令我会心痛的 那你认识他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有太太 其实我知道的 那你担不担心呢 那时候有没有压力呢 有 有的 一定有 总之你做的 你三姐一定有压力的 那你妈妈是没有给你意见的 有 就是他很不重要 他觉得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家庭 嗯 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有些自救的 会的 会的 这个内疚是 都会有很长时间的内疚一路去的 都会的 那你跟他有Oscar 是意料之中还是意外的事 嗯 他应该怎么说呢 哈哈哈 那就是意外了 哈哈哈 如果不是的 或者是天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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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当时你一有了Oscar 你没有想过不要他 是吗 嗯 是啊 没有想过 因为压力会更大 你又是未婚妈妈 嗯 嗯 这个又又是 或者是那时候也有一种某一种比较自私的想法 就是 嗯 嗯 我始终觉得 哎 我到了这个年纪 嗯 嗯 我突然有了个宝宝仔 那是不是这个都是天意呢 嗯 嗯 就算他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 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养大这个小孩呢 嗯 我觉得如果是天意我就想将他留下 是的 你在这里吃在这里介绍 好的好的 红桑纸巧克力蛋糕 我这个呢 有三样的 三色巧克力甜品评判 你那些呢 就是你不可以吃 只可以看着的 我吃的 我吃的 是吗 是的 我这个忍不住的 哈哈哈 所以你的那些 减肥是没有用的 有的 我前面不吃 留下现在吃 哈哈哈 你这一块呢 已经顶住你前面的两三道菜 没有用的 嗯 嗯 我这个也好吃的 你来尝尝我这个 我尝尝你这个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吃 两杯 好 那可不可以说是 Oscar的出现 令到你这段婚姻是 促成了你现在这段婚姻 嗯 那现在当然是这么说 不过呢 我又觉得不一定是 就是我和我先生中间的感情 我觉得是挺好的 所以当时都不是有这样的计划 不是有这样的计划 要想着生了Oscar出来 可以结婚 这些是很自然化成的事 是的 没有 因为那时候都 没想过他是不是真的 会可以 就是离婚 或者是他会怎样处理 我都没想过的 不是你要求的 我没有要求的 就是我总之我觉得是 我觉得感情的事 是真的很多人是 除了当事人 可以明白之外 第三者是很难 其他人是很难 很难做一个判断 是什么回事 甚至乎 那时候很多人都 都估计我们两个婚姻 不会长了 就是不可能的 这些人家又不可能 你走来走去 不会这么 是呀 是丑子的 他怎么会安于一个家呢 所以 不知道的 大家都不知道的 你们结婚的时候 只是去粉岭那里注册 是吗 很低调地 我们本来想很低调 谁知道 都被人知道 那时候当然没有那么多狗仔队 不过很多新闻界的朋友 都是老友记来的 我们以为粉岭很远 谁知道 早知道去韩国 有40人 后来粉岭去 那时候发觉 我送了那些朋友 全部都带上去 不用带上去 有没有拍过婚纱照吗 没有 会不会想拍回 好笑的 后来我 不知道拍哪一部戏 那时候 我穿婚衫 那我就打电话 叫我老公 我今天穿衣服 你快点来 多价格 哪一部戏 我要活下去 多价格 后来我老公就赶着来 穿着狗肉串的 一件衣服 你两个人拍了几张狗肉串的照片 后来都是没有用 那你结婚 离婚 中间 总而言不知哪段时间 你也有很多男朋友的蜂蜓传出 包括罗大佑 其实你有没有跟罗大佑 拍过那个拖 我罗大佑当然有 有没有说到谈婚论嫁的 那时候我还没离婚 那时候我还没离婚 又终于都不能够撮合成为一堆 这个都有时讲缘分 有些人有缘没睡 有些人有缘没缘 性格 又未必是 那你拍拖 正在拍拖的时候 就算是正确的 有时缘分到了就到了 你是从他的财华开始想认识他 我是因为他的财华才认识他 那李宗盛呢 李宗盛 李宗盛因为滚石 滚石他那时候要帮我做我的唱片 李宗盛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弟 我的弟弟 因为他那时候 我们做明天会更好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是整个organizer 是酬钱的 我是那个做弃不讨好的人 那时候我拍MTV的时候 就是我带组织来拍 那拍合唱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男孩 有点点兜兜的 唱歌很有能力 五角 我觉得这个男孩很有趣 然后叫李宗盛 就变成朋友 后来他进了滚石之后 就发觉原来他会写的歌 写得很好 然后滚石的老板就请他来做我的唱片的producer 所以我们两个就一直变成工作上的很好的朋友 但是就不是拍拖那种 当然没有了 那你为什么在2007年的演唱会上问他 他有没有真正爱过你 是的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说 说过反而不是的 是假的 说是假的 什么好笑 因为曾经有很多人说我跟他拍拖 说我跟他有什么 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为什么个人觉得我跟他都有关系 我没有 真的没有 所以我就偷偷地问他 那真的有没有 开玩笑 好奇心 那有没有呢 其实你觉得他没有喜欢过你 我觉得他没有 因为他真的整天都叫我大姐大姐 那你也没有喜欢过他 没有 我真的喜欢他就是弟弟 我觉得他真的又是一个 他是一个令我会心痛的男人 为什么呢 你看看他写一些歌 他写一些歌词 个个都不知道 其实他都不知道 那是写他自己的心声 是吧 那叫他写一些开心的 所以他现在不写歌 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 写东西是令女人觉得心痛的 嗯 那这样 最后呢 怎么也要说一下你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你的 前面的一个希望 一定是 你这个Oscar 对 为什么叫Oscar 因为你很想拿奥斯卡像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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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我是想看到他的样子 才叫他的名字 才改名的 那我看到他的样子 像Oscar 我觉得他 就是他生出来很干净 他很神气 那我觉得 我想一下他真的是我最好的奖 我拿什么奖都不够 这个奖好 中文叫领辰 嗯 很特别这个名字 有没有特别意思的 其实 陈字呢 是我 我先生他一直 他有 他还有两个儿子 他都是什么陈 什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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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陈导的陈字 都很好 不过 当我帮他想中间的字的时候 我就开始挖头了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要写 这么多的笔画 是很辛苦的 那我 想想一下 我都要想一个简单一点的字 哈哈哈 为了他避免佛抄的时候 辛苦 要选一个少一些笔画的 是 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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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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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对他有什么期望 他曾经说过 希望自己是做画板上面 一个拉小提琴的商人 我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很有藏意 你对他有什么期望 平安健康 真是这么简单 那回望你自己过去 这么多年来 你有哪些决定 我做得不是很清醒 如果可以再做过 我就不做了 那有没有 一定有 不过因为好像现在都过了 都不太记得了 就是 你去过吧 没什么大的后悔 就是 唯一我有一点后悔 就是我不早点生 因为早点生 我或者都生四个 就是我喜欢小孩的 那不要紧 这个世界很多小朋友 没有人管 你把你的爱心 贯注给他们就可以了 好 多谢你 好 又是时候要送一件紀念品给你了 阿雪麻烦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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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盒在这里 为什么有两盒 是有先后特别的 这是第一个先 刚刚就说过 可以你有这么大的爱心 除了给自己的子女 都可以给别人 这里是Sylvia 是 后面有些特别的 有一个世界地图 就是你去过孙明会 你去过这些地方 每一个州 这是Africa 非洲又有 内地的又有 越南柬埔寨 你都去过 希望你越吃越多 好 我的爱心 全部都放在这里 对 那就一样 另外一样 就很配合你的身份 你是大导演 这个 很小型的一个 高清摄录机 现在的东西真的做得很轻 看镜去试镜 立即开用了 立即交一场戏给你 不过很名贵 我回家还要买高清摄录器 才行 你可以在这里看 这个不过瘾 那也是 是吧 以后我做Casting的时候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是 给你这样的表情 希望你喜欢 最重要是祝你一个好爸爸 买个满堂 希望所有人看到 无论你是黑社会 还是白社会 都能够做一个好爸爸 你其实是Dedicate 所有的爸爸 对 对 一个对读书 不是那么大兴趣的人 是不是一定在他的事业上 没有成就呢 张艾佳已经给了我们 一个本生生的例子 他似乎有一个秘密的轿门 可以帮他拿到很多账项 跟他的谈谈之中 得到一个道理 就是你一定要很热爱你做的事 我们所谓英文说的passion 那种热成 只要你有 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请不吝点赞 谢谢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